那么接下去呢 我去谈谈所谓的就是入境啊 航空啊 这类的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入境美国的规定 因为我在 留学这家长群 很多人就问我具体的规定 这些呢 全部是CDC网站上面 直接抄袭过来的 CDC网站他们里面是有中文的 如果你要看全部文的 我可以到时候在群里面 我可以全部发 但是我把里面 你们最主要关心的那些 再入不来了 第一个呢 就是说从1月12号开始 就今天要 也就是说你们今年8月份要来的话 那是肯定的 他一定要在航班出发前3天内 要接受检测 接受检测之后呢 这个检测的结果 并不是给美国的海关 而是给航空公司 也就是说你登机之前 你要把这个文件给航空公司 而不是进入到美国国境 给移民局的 这点你们需要清楚 第二个 那么有些人说三天 这个三天的概念是什么 他的三天概念 其实比较灵活性的 他没有一个非常死板的72小时 就是大致在三天 他基本上差不多了 所以有些家长说 哎呀我测了之后 万一飞机误班怎么办 WiFi连迟了6个小时 是不是我重新做过 不是 他有一定的弹性 他有一定的弹性 那么呢 有些家长说 到底是要哪一类的测试 基本上我可以告诉你们 他这些测试像NAAT啊 RTPCR RTAMPS 中国基本上是NAAT和RTPCR 你们在一般的医院里面做的 基本上做这些 你们不要做那种快速测试 不要自己测试几分钟出来 不要做这个 抽血测试的话 一般的情况下 或者说鼻子抹过这个测试 基本上都是RTPCR的 他们都接受的 那么把这个准备好了 在登机之前准备好了 这是最大的关键 千万不要等到 到了机场之后 哎呀我没准备 我以为这要在美国做 不是 就要登机之前一定要做了 这是重中之重 那么呢 检查结果 你应该要有个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你如果需要的话 你可以和自己的航空公司再确定 但是按照美国CDC的规定 他需要这几个 第一检测的类型 就是明确表示 他是怎么样的检测 检测什么的 一般中文就是抗原检测 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你可以翻译成那个PCR RTPCR就可以了 做的 在什么地方做的 你哪家医院做的 这地方就可以标 样本采集的时间 那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了 你不需要 一定要是 哪个小时 哪一分钟 他不需要 只要那个日子 基本上就重要了 就可以了 还有 这个人的检测人的名字 千万记住 要和护照上要吻合 如果这个名字不符合的话 他认为是不同的人 也不行 所以这些东西 你们都要确定 当然了 最后就是一个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 一定要是印记 这个 这点就是 你们所需要的一些文本 就是 上飞机之前的一些文本 那么是不是需要英文的 有些人说 我是不是要当翻译成英文的 这个呢 也是因为它是和 飞机公司 航空公司有关 美国的海关没关系的 所以是中文 还是英文 你要打电话去问 那家航空公司 你打电话去了 之后你说 我是中文版的 要不要翻译 有些人可能叫要翻译 那么你去翻译 如果不需要的中文 就可以就可以了 当然了 保险几件 你翻译一下 也未尝不可 也未尝不可 可是 美国海关说了 他们是不管的 他们也不会要你 要求你出示 这个核酸测试的标准的 也不会 根本就不会让你做抗体 抗体测试 是根本就不会让你做的 没有所谓的双阴 美国政府没有这个双阴测试 所以航空公司 也不会让你出示 抗体的测试结果 美国的海关 也不会让你出示 抗体的结果 那么有些人说 我打了疫苗 特别是打了灭活疫苗 因为在国内 有些医生说 你打了灭活疫苗 可能有几天 那个测试可能会阳性 核酸测试会阳性 有没有这可能 有这个可能性 如果你打的像 因为你们要到美国来 你们保证要打 那个学校承认的 科兴或者国药 这是灭活疫苗 灭活疫苗 如果灭活不完全的话 如果有一点点残留物的话 并不说完整的病毒 有点残留物的话 它都有可能 核酸测试的时候 显阳性情况 一般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打疫苗 到做核酸测试 最好有一个星期之前的空气 就是说如果说你7月1号 打了疫苗 那么最好登机的时间 要晚过7月7号以后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核酸测试阳性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如果是核酸测试 是阳性 也并不是说不能登机 有些人说不小心干了过了 或者怎么样的 有些人你只要出示一个康复证明 就是医院里面出示 一个证明说已经康复了 它也会让你登机 这就是整个登机之前的 大家需要注意的 准备好的测试的一些文件 一些问题 如果还有具体问题的话 还可以问 因为我把这里面和大家 留学生有关的提出来 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问题 是关于旅游的 它就证明了 哈哈哈 谢谢大家